卡 94 有看到吗 94 大学生摆好姿势 用力向前一丢 直接丢出实数94的好成绩 下一个选手就位 测速撤到76 学生用力过猛 手脱臼 近日桃园中央大学学生 发起丢松果测速大赛 因为校园内种植大量松树 导致松果随手可得 大学生突发奇想 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参赛 学生车的晚上人车较少 纷纷响应 知道说现在好像学校要禁止 对吧 因为有人把车输机砸爆了 把车输机砸爆了 又要卡 然后就睡掉了 一颗松果硬生生地卡在 测速器里头 造成营标板破了一个大洞 学生把松果当作棒球 自己化身为投手 只是万万没想到 随着越来越多人参与 却陆续出现学生肩膀脱臼 和测速器损坏消息 学校紧急发出公告 松果大赛立即喊咖 是蛮合理的 就是如果会造成别人困扰的话 虽然感觉蛮有趣的 然后很凶还没有参加到 那他禁止了那也没办法 他如果要晚的话 就是要注意周遭的部分 就是不要 就是要小心旁边 有一些别人的车子裁物 中央大学表示 活动已经影响校内人员 及行车安全 更是老乱夜间校园安宁 因此将会加强巡逻 大学生发挥创意举办活动 成功激起不少人的棒球梦 不过活动地点 可能需要谨慎评估 三地新闻 张宇杰去到云桃园 采访报道